WATERSHOP 沒有製造犯規的主隊 我籃下拔起來硬貫的是WATERSHOP 右邊底線出手 籃籃一下籃板 抓回來 轉身之後 還放在原地 讓他的手來碰 可是我個人認為 你正如 左後右晃 要硬起 結果SHOP已經等在旁邊 這一波浮石就拔下來 最後 三分線出手 籃籃圈沒有 但籃板 WATERSHOP抓回來 當你在後面 補償的犯規 全身選齊退的時候 這兩個人的破壞力 完全就是加倍了自己身 夠好 只是要跟 那時候捉獲神友 長小的偷頂了他一把 所以這樣子一來 可能把他想跟 這個中火城最大的火火點 點了起來 這套牌籃球 籃籃圈會的 就是一萬一釋放過 哇這個給球漂亮 讓周榮軒在籃底下 找到的機會 沒錯一個會給一個會走 這是 才是一個完美的搭配 也是 也是 以現代籃球的天空來看 哇 上門就算了 一人一次 將將好 這是玉龍最不想看見的一件事 玉龍 37%跟38% WATERSHOP 這個撥出來 直接找人 又這是要往裡面走 直接被上門給操回來 走 這個拋頭技術他也有 想說硬起多 過了風阻 放這個兩分 後退的這副中距離 還行 就要回了領先位置 哇 籃下最後 直接上 帶給LACE 他要放起來之後 再跟球 籃底下 要出來 可以搶出手 讓他放進這兩分 換一下 LACE 現在找到SHOP 要第一關 結果 第一波是先遭到了 麥克的風阻 但就是8.43% 8.43% 喔 PARESHOP 這個彈跳力真的很快 喔 WATERSHOP 這次要強勢的進攻籃框 這真的是飛的老婆 但最後是被MICLE HOLISTHOP 給毀了 本來 已經 買了單的這個晚餐 很厲害的成績 所以楊佳能 更相信 好球 一場安給到了SHOP 在人動當中是找到的女 都要換顏色沒有 痛恐殘下這座籃板 再次 拍了一個火鍋 一定火力的支援的話 他們絕對有 攻下 闖闖 八九十分的感性 SHOP的第一波 籃下 搶 再給SHOP 面前就播成 晃了一下的中距離出手 空心球 是 怕 五箭如要 往裡面硬走 直接被SHOP給 蓋掉 一個背後的PASS 找到的是 再回個SHOP 補頂的三分球 FOOTH3 BIGO 在 打到現在為止 他的三分投射 BIGO 是同球手 會不會敲了回來 現在有二打一的機會 SHOP THANK YOU VERY MUCH BIGO 在邊打廣告 哈哈哈哈 哇 SHOP 真的在 單陽這樣的情況下 他很知道怎麼來處理 你去 呃 大好的Airball 傳到籃下 空了 尚尼還來不及卡到位子 這是PIRIT SPACE 跟WORD SHOP的連線 這兩個球員 隨時都在 表現出啊 打籃球選手 特別在運球之間 也來一個鼓勵到輕 正強籃板 回到下部球上 輕鬆補進 傳了以後再切啊 這是很關鍵的 哇 抹得上 這個時候連 幸運的女生都幫忙 好 應該還沒有必要 因為兩個足跡位子 可以搞定這場比賽 哇 可是現在就不一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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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